用武力来寻找自己的本性 今天给大家讲武力 我们学佛修行修心 要找到自己的本性 靠自己求证 想找到自己的本性 必须要有五种力量 才能找到自己的本性 一 信力 就是切实相信的力量 信力是很重要的 信为道源功德母 道源功德母 相信道就是有一个信力 相信一个事情一定能成功 相信观世音菩萨一定会救我们 功德母就是这个道的源泉及根源 你若相信了 才能抓到根源 才能达到功德 一个人做任何事情 如果没有信心 没有信力 什么事情都不能做成功 信力可以破除疑惑 不被疑惑所动摇 二 尽力 尽力 尽取的力量 今天相信佛菩萨了 但是又不好好念经 相信佛菩萨会救我 却没有信力 又不精进 而且在精进当中不能砸 如果砸了 就等于不精进 如果什么东西都去学一学 什么事情都不会成功 尽力还要加一个勇猛向前 就是要精进修 比如 如果得了重病 要多念大悲咒等经 因你现在受的不是正常人所能受的病 想让病好 就要做正常人不能做的事 要忍正常人所不能忍的 才能把病治好 三 念力 也就是意念 一个人的念头很重要 如果今天做功德 是用心 用正念做的事情 全部都是功德 如果带有私心杂念来做 你的念力就没有了 就找不到自己的本性 就不能在自身本性中得到求正 四 定力 即正定力 正是以什么来区分的呢 是以自己一种信念的力量 来定位自己的心 比如 今天求观世音菩萨 我的心定下来了 因为我相信观世音菩萨 一定要正定 我相信我做的善事 是从心里发出的 是正确的 定力 可以消除一切杂乱的念头 使心定下来 五 慧力 就是智慧 智慧力包括正慧 很多人有智慧 但是不是用在好的地方 比如 一个科学家很有智慧 研究出原子弹 细菌弹等等 这个人是不是很有智慧 同样 如果心不正 找不到自己的本性 所产生的智慧 就不是正慧 就会造孽 要有这五种力量 才能找到本性 才能求证自己 修心 到底对不对 如果你感觉不出对不对 你就可以用自己的心 去推测 加上武力 你就能感觉到 自己做的对不对 如果一个人 没有武力 犹如在镜子里 照到自己的影子一样 看自己的影子 和形状是一样的 其实在镜子里 看到的 不是真正的自己 每个人在镜子里 看到的自己 实际上 不是自己 从圆灵来讲 你前世 可能是谁 而在前一世 又是谁谁谁 你说 哪一个是你 从镜子里 看到的 只不过是一个影 只不过是 一个外形的东西而已 只有影 不见本性 如果想找到 最真实的本性 不是去看人影 不是听你说话 不是看你的外形 和你的形状 而是要抓住 自己的本性 还有一点 想找到本性 想学佛 不是看经典 就能得到的 很多人 以为看了很多经典 就能得到 真正的佛法 得到自己的本性 和自己的圆灵 那是不可能的 因为佛法 深奥无比 我们的智慧 是无法理解的 比如 每一个科学家 只能研究出 人间宇宙空间 一部分的东西 不可能 包罗万象 什么都能 研究出来 你们随师父 学佛修心 如果东看看 西看看 会越看越杂 越看越糊涂 越看越迷糊 最后 他会拿迷糊的东西 再去迷糊别人 稍不留神 就会出差错 所以自己 修得好 与坏 全在 自己的掌握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